为什么叫X part X part的意思就是可以随便推翻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 是的 所以咱们这个X part就可以现在可以创作了 根本不唱这首歌 把一些喜欢的一些词都放在里面 这就是他可以让咱们改的唯一的地方 你能理解吗 你跟他讲吧 我们现在这个X part 是可以完全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一个 我以为他会跟他说英文 结果他跟他说的也是中文 因为我我还是希望他是可以 多做进步他的中文 我会用简单的话 因为说实话我知道我 因为就是我的我的部分 所以我太感谢你们的耐心 没问题没问题 必须耐心 I think today there's gonna be I just told him to I think there's gonna be serious reason to translate stuff ok 没问题没问题 每天就好 哈哈哈 多笑多笑诚 你拿你这个节目给你的多少的 百分之二十 is mine 啊啊啊啊啊我我我需要教新人 我需要我需要 可以给你打招因为我们是朋友 百分之十九 哦啊啊啊啊 成交 就是开玩笑这真的没问题 七哥你喜欢什么运动 羽毛球 羽毛球羽毛球是什么运动 毛球 马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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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minton 啊 badminton 明白明白 鱼鱼毛 鱼不是 fish 对为什么叫羽毛球啊 不是鸟毛球啊 不好听啊 鸟毛球不好听 羽毛好听 程炫就是他甘愿做那个翻译官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哥们也疼温暖 所以每次我就指望他你知道吗 交换大会 James不是拿到了一个翻译机的领域 我太开心了当时 我耶 最高兴的就是我 我给你买了一个翻译机 哦 太好了 实行 谢谢你 最高兴的就是我 这是我新的朋友 我叫他承选哥 Junior 哈哈哈 哈哈哈 哦 谢谢 哈哈哈 那以后你就不需要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他需要 wifi 吗 这个需要 wifi 可贵用我的手机的 wifi 那你直接用手机好了吗 哈哈 用它 为什么要用它 但这个比较 麻烦 不是不是 方便 因为这个翻得很准确是吧 对对对 很明白我的意思 你问一下你的翻译期 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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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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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丢了吧 不需要的 我需要你 我需要 丢掉丢掉 我还给汉语 所以你现在不需要成全歌呢 我需要成全歌 我需要成全歌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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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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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rote a song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It was called yellow So then I took my turn I never seemed to have done It was called yellow Your skin Oh you're your skin and bones Turn it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Do you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s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Come on! W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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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吓唬 下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you d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 好 好 好 这組好好看 賞心悦目 对 賞心悦目 来 我们请哥哥们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是Yellow 你們在創作的過程 有些什麼故事跟大家分享嗎 怎麼會有這麼美妙的感受 James 這首歌在Yellow 這首歌X部分 我們想要你們 跟我們一起有一個特別的學科 我們可以一起唱 這個 的部分 是的 James講得很好 他是我們隊的普通話老師 聽說你們這個部落 還有一個名字叫落淚大戶 誰愛哭鼻子 是嗎 不想說 我不想說這個部分 他不想說 那就是他了 這是我的秘密 多少 謝謝 謝謝